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学佛的人都希望在临终之前呢 能够听到善知识的开示 同时呢 有怜友祝念 使他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王者的家属 以及参加祝念的怜友 常常为了是不是一定要吃素 而产生了很多的疑问 那么究竟参加祝念的人 是不是要吃素呢 让我们恭敬圣言法师 来为我们开始 数十四啊 父教所提倡的 所鼓励的 因为众生也是命呢 我们吃荤呢 就是吃众生的肉 众生的肉 让我们吃的时候 它已经死到 我们不会吃死尸的 一定是活的众生 把它杀了以后呢 才吃的 就是杀了动物来吃 本身呢 是不慈悲 因此呢 大圣经典 有好几部啊 都是鼓励吃素 像泥盘经呢 像仁源经呢 像凡王经呢 这几部啊 重要的经典呢 都鼓励啊 都鼓励啊 我们修行 也没有吃素 还有西藏 这佛教徒 并没有吃素 日本在明治天荒 时代以前 也就是一百年前呢 日本的出家人是吃素的 日本在明治天荒以后啊 出家人也不吃素 也没有真的出家人 但是他们照样的念经呢 他们照样的主持法会 他们照样的在修行 所以呢 我们中国一直到现在 还是鼓励大家吃素 能够吃素是最好的 如果由于啊 自己的家庭的环境 社会的环境 这一点原因 以及呢自己身体的原因 那像达来喇嘛 就是因为健康的原因 他吃过一段素以后啊 他因为是从小就吃肉长大 他就没有办法 孩子又吃肉了 那达来喇嘛 人家还叫他活佛了 那佛也在吃肉 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吃呢 释迦牟尼佛是不吃肉的 但是呢 因为突破的时候 不能够啊 要求啊 所有的信众供养啊 特定的啊饮食 还有西藏呢 西藏呢 地处非常啊寒冷 气候啊 非常的 这个严酷的地方 而没有办法 这个得到很多的素材类 因此呢他们又吃肉了 那我们 这个文明的社会的人 能够不吃肉 是很好的 可是呢 我们现在很多的联友 很多的佛教徒 并没有真正 尽数 也就是啊 全部完了 借了弱食 这些人 也是佛教徒 那我们 准许不准许 他们念佛啊 当然准许 能够吃素是非常好 不能吃素的人 他念佛你不能拒絕他 还是 要鼓励他念佛 那念佛有用没有用 当然有用 念佛是一心念的 心中清净 而念佛的时候就有用 不过呢 刚刚吃的肉 最好输出口了 准备要去助念以前 最好 不要吃肉了 或者临时找你去助念 你刚刚吃的肉 你要不要去助念呢 你并不是为了助念而吃肉的 而是呢 因为吃的肉以后啊 有人找你助念 你要不知道要不要助念 这个时候你还是去啊 那 助念有没有用 有用 所以 对于啊 念佛 要吃素 我们是鼓励的 但是呢 没有吃素 还是要鼓励念佛 念佛了以后 再吃肉 那是不是念佛的功德没有了 念佛的功德还在 不过你吃肉的 你的因果也在 等于说 我们呢 一边 在 赚钱 另外一边 我们也在借款 这个是两回事情 对象不一样 或者是我帮助一个人 又要打另外一个人 那也是两回事情 我帮助一个人 这个功德是有的 打另外一个人 我的因果也是有的 这个 那帮助人就是帮助人啊 不能是因为我 打了另外一个人 我结果 我帮助的那个人 等于没有帮助 这也是降不过去的 所以 念佛的人 能够啊 渐渐渐渐的 练习着 少吃肉 到最后 能够不吃肉 那非常好 如果因为啊 你的好多种原因呢 没有办法是你不吃肉啊 那你少吃一点吧 我们农产市啊 来念佛的人 都是普通人 我们没有要求人家 飞着的吃素 才来念佛 来我们这儿皈依的人 也没有要求人家 飞着吃素 才来皈依的 皈依以后 念佛以后 能够渐渐的练习着啊 不需要啊 不需要啊 勉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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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